我來賓心啦 這是我多好吃啦 這算算一包你買的嗎 沒關係 這個這樣多少 一百塊而已 一百塊 一百塊比較貴 不會 不會貴 太貴啦 不會啦不會貴 我就吃不下去 你還算我一包 不會貴 還是買一包嗎 可以買啦 差不多這個啦 差五十塊 五十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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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贏的那個啦 我謝謝 謝謝 謝謝 我跟你講給你一點 我正經常拍給你 哇 我一起來就看到這樣子的 我不是自己家有這樣子開過好 超漂亮的 欸早上更漂亮耶 其實我們原本是要八點半吃早餐的 結果我們睡過頭都已經九點多了 來是早餐到地的 悠閒的音樂 這是他親手做的南瓜豆漿 這個很優雅的味道 我媽媽也很優雅 我們趕快來吃 製作人 男生 那些人 搖滾 冷 已經捷炸了 哇!你看!這邊! 從海旅遊的一大片!超舒服的! 來這邊度假真的很棒耶!心情超繁榮!超級夢幻! 根本就實現了所有女孩們的願望! 我自己的加油這樣是不是該多好啊! 而且你看!這邊就是我自己的小跳舞! 真的! 你看看!來這種地上跳來玩那個! 來!你來追我!來追我! 來追我! 欸!怎麼停住了! 來追我! 哇!這樣感覺自己好渺小喔! 天啊!來到這邊根本就自己像一個公主一樣! 重頭戲來了!就是這個! 宜蘭有很多的創意料理! 結果沒想到就在非常熟悉的這個蘭陽博物館裡! 因為蘭陽博物館裡面我來過幾次! 可是都沒有發現那個餐廳! 而且它的餐點呢!都很特別是創意料理! 宜蘭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創意料理啊? 因為宜蘭有很多農作物! 用的都是當地的食材! 你剛剛被推銷了什麼? 被推銷了這個! 番茄! 他剛剛啊!一開始說一包就好50塊! 結果他給我100塊! 耶!好餓! 這間餐廳也是包有蘭陽博物館的特色! 就是這個集合啊! 還有那個鋼筋的線條! 這跟那個什麼羅浮宮! 金字塔有一曲同工之鳥 我們的創意料理! 他好像已經沒有了! 我上完茶的時候明明就... 我們點是這個! 親食! 對!待會再去吃別的好了! 說到宜蘭! 一定會想到的是蔥! 那個蔥啊! 在路上都是這樣一把一把在賣的! 對! 其實有一間很有名的是在郵局旁邊的! 然後我們今天想說找別家來試試看! 我們要加蛋嗎? 聽說很酥脆! 我覺得很酥脆! 其實可能還不太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吃到的他們都會覺得很好吃! 就說天啊! 這是什麼東西怎麼那麼好吃! 所以其實蔥油餅也是很受日本人歡迎的! 我看起來超酥脆的! 黃金色耶! 你看看! 看起來好吃喔! 對! 好燙好燙! 羞羞羞! 對! 金黃色的! 我給你吃! 好燙好燙! 喔! 好燙好燙! 如何啊? 你還記得郵局阿嬤在家嗎? 這比較像在吃餅耶! 你可能想要換換個不同的風格的蔥餅 推薦可以來這家! 但我剛剛吃了還蠻真的驚艷耶! 跟一般之前吃過的蔥油餅的感覺口感是完全不一樣耶! 耶! 來到了! 這個! 也是! 超級熱門的雜叉點! 超好拍照的! 可惹可惹的! 可以拍出帥帥的照片! 登登! 那個盲人吧! 有沒有比較帥一點啊! 哇! 這個路還真長耶! 看一下前面! 旁邊的這個滑很美耶! 剛剛看到有人在滑船感覺好玩喔! 這個滑船是哪裡可以租嗎? 這個有點恐怖喔! 這個巨高的霧! 我現在越仔細看越覺得恐怖! 等一下! 我到這邊已經有點害怕了耶! 這個已經是懸念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真的覺得那個女生穿高跟鞋的真的要超級小心的! 我剛剛那個跟卡進去嚇死我了! 去剛剛的超熱門打開景點! 之後開車不到五分鐘! 我們就來到這邊! 宜蘭文學館! 我真的超會拍行程的吧! 哈哈哈哈 我們的創意料理 它好像已經沒有了! 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今天要最后一站是三角料理 吃三角料理 跟我们一起吃三角料理 这边是宜蘭三星聪明的专门料理店 这个配人超爱吃虫 超爱吃到不行 就是每次那个虎瓜 来 虫就是这样子 Yamamori 装的很满 日文叫Yamamori 就是叠的跟三一样高的一吃 哦!第一道菜来咯 黑白料理 好香好香 赶快来吃 这个应该很下班 我们上一次来这边吃菜单解饭的时候 原本就要来吃这一次而已 但是哦 大家猜猜猜看 这个蛤蜊汤这么大 百块 真的假的 这一百块 才费那个 这样子就一百块 叹叹 葱蒜中卷 是这里的招牌 你看你看这个 超特别的 对不对 这个中卷 这样子切开 里面一大堆葱 对于喜欢吃葱来说就是受不了啊 点头 我们就是冲着这一道来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三星葱 会如此有名吗 因为 怡恒县三星 像云亮多 所以日照上 就是一点 然后再来是它高山围绕嘛 夜温差很大的关系 那所以才能种出这个 很好吃的葱 对于葱来说 这个是一个景价的环境 那大家知道如何分辨三星葱吗 三星葱呢 那它的特色就是 葱白特别长 因为这个葱 吸收养分比较多的话 它的葱白就会比较长 那再来就是吃起来呢 不会那么嗆辣 然后又多吃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日本料理东西菌 对吧 对那日文叫那个 有一集呢 想要用好葱 就特别来台湾的三星香 用台湾的三星葱 以前啊都会吃过那个 猪肉包葱嘛 这些第一次吃 这个炮球包葱 好 欸好甜喔 好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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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喔